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可以有这个常规的疫苗可以出来 最快到第三季的时候 国人这个疫苗覆盖率希望可以达到六成 也就是说大概有1400万人都打过这个疫苗 不过现在这个当下 各国都有这个疫苗正在持续的在研究当中 然后有四支是中国所产的这个疫苗 那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中国的我们是不进口的 不过在这个话题上面 国民党是怎么操作 他们在操作说应该是要民意优先 应该是要让这个中国的疫苗也能够进口 不然呢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 我们一起来看 到第二季可能慢慢会有些常规的疫苗可以出来 卫福部长陈时中终于松口 武汉肺炎国产疫苗进度 但有了疫苗民众核实能施打 陈时中也给答案 最顺利的状况预计明年第二季有常规疫苗 第三季大规模施打 首部对象包含医事防疫人员 军警长者以及重大伤病者等 加起来大约1358万人 接近台湾人口六成 但疫苗哪里来 陈时中不敢保证都是国产 但外产疫苗绝对不是中国制 我们有好几家都在谈 我们当然签是可选择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防堵说有中国的疫苗 确定不会买中国的疫苗 你的考虑是在哪里 因为中国的疫苗跟相关血清刺剂 都在我们在大陆不准输入的品项之内 而我国与COVAX 武汉肺炎疫苗全球购买计划平台已经签约 九支候选疫苗中 两支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实验 但是签约国多达156个 势必考验分配机制 不过我国国产疫苗四家厂商 也已经有三支进入第一期临床实验 我们现在跟美国 它甚至未来在供应链 也特别提到了生计医疗的部分 是美国经常强调的 那台湾有更强大的这个制造技术 我想这个方向会对明年 如果疫苗产生出来 我们成为最先使用的国家之一 是很有帮助的 一面积极与欧美洽谈 却也没孤注一职 国产疫苗火力全开 国际疫情变换莫测 先求持有疫苗 让台湾稳坐防疫前断班 参加审言方峰 张会奇谈到 好 中国疫苗 它其实我们本来就对中国 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所以常规包括他们的血清 还是疫苗的这个部分 不是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的部分 之前就已经有规定 这是不能进靠 但是在这个武汉肺炎疫苗 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国民党一个一个跳出来 我们这个手板整理了 包括有吴思怀 他讲说政府怎么会用意识形态 然后所以你不买中国的疫苗 这你就断送了台湾人的选择权 还有这个林维州 郑立文等等 讲的都是在讲说 这是政治凌驾专业的这一块 那叶玉兰他讲说 不管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他就是在听说 中国疫苗如果是有效的 但是前提是要有效 那我们看到的是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他讲的话你就觉得 你明明知道问题点 因为他也是专业人士 偏偏知道问题点的人 他还是要用政治这个方面来做思考 他怎么讲 他说中国的疫苗是一个减毒疫苗 进度比较快 但是副作用也是大了一些 那如果分到了这些疫苗的话 我们到底要不要 请搞一下副作用大了一些是多大 那你要不要 其实中国疫苗不是进度比较快 他的疫苗叫做进度超级快 他研发的完全不符合逻辑 1月26号那个解放军的陈威少将 不是进驻到P4实验室吗 结果一个月号 2月26号陈威就说 我已经在小量生产疫苗 然后又过20天 3月16号 有个画面很经典 陈威自己把手卷起来 然后说他已经开始打疫苗了 然后再过26天 陈威又宣布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到第二期人体实验 那个时候才4月12号 美国才刚开始流行 然后又过4个月 8月11号 中国宣布研发成功了 现在疫苗出来了 陈威还活着吗 陈威第一个 他还没有活着 陈威打那个4月疫苗 我都不知道 他有可能里面是灌生理实验室 只是作秀而已 他是高阶的 他是少将 他不太可能 对 他自己当白老鼠 他知道这一针打下去 如果打真的可能会出事情 会刷起来吗 真的会刷起来 因为我这样子讲好了 疫苗研发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以月为单位 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宣布 有重大突破 然后每一个第一期一个月 第二期一个月 第三期一个月 然后获中国专利 这个东西坦白说 我心里真的是毛毛的 当然啦 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可问题是中国的数据 让我搞不清楚 他是猫还是老鼠啊 他不透明嘛 他在做大外宣嘛 你陈威才进去一个月 然后就卷起袖子 打针针 我讲说这疫苗没有问题了 我不相信 没有人可以信嘛 那谁敢保证呢 坦白说真的没有保证 没有敢保证嘛 尤其是在台湾 这个疫情相对比较没有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 去打那个中国疫苗 这是第一件事 而且这个疫苗不是说乱打 没事强生有事防病 没有耶 疫苗打完打错会瘫痪的 英国的实验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以为 因为牛津大学 它的前期的动物实验 是做黑猩猩的 那黑猩猩 因为它的基因许业 跟人类是全世界动物 吻合度最高的 我们以为牛津大学 做出来是第一个做出来 结果它进第二期 人体实验的时候 竟然有人瘫痪 脊髓眼 然后就是会瘫痪 它会有一点像是小麻痹的感觉 就是说你脊髓眼 然后你没办法控制你的肆脂 然后瘫痪 现在不知道治好没 就是说这疫苗不是说什么 跟营养品一样 反正有事没事 我就打下去就好 而且除此之外 中国过去疫苗是血泪斑斑 各式各样的假疫苗 在中国都有前科 2018年最有名的是什么 长春长生 对不对 它那时候百日破疫苗 它进了65万只假的 百日破疫苗 它是神器公司 它有自己研发 可问题是它研发过程中 全部都用错误的SOP 第一个它配方是错的 第二个我们知道疫苗的生产过程中 需要一些蛋清当做培养品 它的鸡蛋这样是去市场买 过期的鸡蛋蛋清 当它的那个市场 那个疫苗的培养品 然后一卖正常 买鸡蛋了还过期的 正常要叫做 无菌环境下生产的鸡蛋 那个蛋清才可以用 正常它不只有菌 而且还买过期的 就是要多便宜有多便宜 然后一次65万只卖到中国大陆 这中国大陆过去的事情 2016年的山东疫苗案也是 有一个母女 这母女完全搞不懂疫苗是什么东西 她就是母女 一般的农家工厂 她去中国大陆各地方收集了 狂犬病 B肝 百日破疫苗 全部是过期的 反正过期他们就报销 它全部收集来之后 卖给所有中国大陆 24个省份的医院 总共赚了5亿多 24个省份是包含北京 广东 河北 河南 你全部可以想象 几乎都有了 一线城市全部都有 然后赚了5.7 也是被起诉 然后今年8月29号新的新闻 中国有个妈妈 她有名有名 叫做何方美 她的女儿在中国 她女儿才2岁 打那个百日破疫苗之后 全身瘫痪 就像我刚刚讲的 疫苗打不是没事强生的 打错会瘫痪 全身瘫痪之后 在中国你连告都没得告 地方政府 因为你会打到错的疫苗 绝对是有卫生官员的隐瞒 跟那个贿赂 所以地方政府就把你压下来 然后他2019年 中国在开两会的时候 去北京上访 你知道怎么办 中国把他关起来 被消失 刑事拘留 然后两会开 我好想把他放出来 然后今年北戴河的时候 他又上访一次 又被消失 然后北戴河会议结束 他又被放出来 所以在中国的状况是 第一个 你疫苗制作过程 可能是用臭鸡蛋做出来的 可能是过期的疫苗 第二个 即便疫苗是对的 他也有可能被分配到 假的疫苗 或是过期的疫苗 给你用 第三个 你打出事情了 你连告都没地方告 因为他们中间 涉及到官商公解 而司法在中国 是由官方来决定的 然后再回过头来 我最一开始讲 那个武汉肺炎研发的 像火箭般的喷速度 谁敢打这个疫苗 我坦白讲 我认真不敢 我跟你讲 真的不敢 可是原子敢 因为他是国民党 我们看到出来声言 不都是国民党的吗 我不是国民党 你这样 我看你怎么讲 不是 我觉得我是相信科学 就是说 当然中国 他有非常多的 刚刚正浩讲了很多 这个令人质疑的过去 但是他这次他的疫苗出现 如果能够问世的话 我相信应该 必须要经过国际专家的认可 比如说 一定要有人去见证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是Covex 或者是一些单位认证 如果说单证 你知道WHO已经变成CHO了吗 Covex Covex 你们这时候就接受国际的认证 科学 然后收肉机你们就不接受 昨天讲突然有咨询陈时中 有关于国际认证受肉机的部分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中国疫苗 我觉得大家先不要因人肺炎 也许他做了很多 大家不相信的事情 可是科学检验 你会不会选择中国疫苗 来打到自己身体里面 如果他那个疫苗 后续有经过 如果是认证之后过 你会不会选择 如果有国际认证 不是中国单一做的话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接受 我真的想修法 专案进口 就让贵党的人全部打 我同意 这有时候比选举效面比较快 会贪官 袁珍你是不是都没有看到 世界各个的新闻吗 有啊 我们看这一个粉专 他整理出来 刚刚其实郑浩讲了非常的多 我们看这个粉专整理出来 07年 13年 16 18 19 2020 有好几个不同 因为已经进入武汉肺炎的这个时期 他们西班牙进口中国制的 肺炎的塞剂 结果那个塞剂整批都是有瑕疵的 他们显然可能是不是国内 就是中国国内他们也有相关的认证 但是出口了 他是行不通的 因为他的认证只限于中国里面 他没有国际化 然后呢 捷克进口了 这个也是肺炎塞剂 错误率高达八成 我们那时候还想说 你拌杯就比较准嘛对吧 对 所以你真的愿意啊 所以我有个前提嘛 就是说 安德赛一定会让他过的 你要不要打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中国自己制 自己制销自产嘛 那当然没有外国的把关 就会比较容易出事嘛 那如果说是有口气 中国在人体疫苗 研发到现在根据闫力梦在美国作证 你可以查具体的事实 成功是零耶 没有半支 没有半支成功耶 我有听你讲过啦 所以我一直说 单准中国武器 我一直想要确定真心生命 你还是要打就打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搞不好他们真的演办得出来啦 对 搞不好 这个整个疫苗过程 其实是一个阴谋啦 最早是那两家去见了 政协主席汪洋的媒体 突然丢一个东西出来说 哎呦 这个冷练很麻烦哦 全世界现在有9家进入第三期 4家中国 1家俄罗斯 另外4家是欧美 所以因为冷练要零下几度 所以台湾到最后 可能只剩1家可以选 最后搞不好都没有 然后接下来 国民党的一群人就跳进去了 哎呀 这个太过政治化了 中国的疫苗不买 你搞不好什么都买不到 马上命题又移转了 明明有4家欧美的 他就移转过来说 不开放进口中国的疫苗 搞不好最后你都没得买 才跑出黑猫白猫 就一群栏尾 歌颂着中国的疫苗 好像是可以用的 接下来杨志良又讲出经典的话说 如果排除中国疫苗的话 搞不好台湾会一支都买不到 那结果 你们在过程中 媒体可以去问 卫福部CDC 立法委员按照职权可以问 卫福部CDC 真正的答案是 台湾跟冷电公司谈好了 冷电没有问题 我们两家到四家可以取得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十多年前 台湾就已经规定 不得进口中国的血液制剂 球蛋白跟疫苗 因为有风险的问题 那风险在哪里 最近刚好一个中国香港的病毒专家 严厉梦 他逃到美国 他在作证的时候 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中国过去只有研发动物疫苗 猪啊狗的猫的 但是人体的疫苗 他没有研发成功过 第二个 他研发出来的人体疫苗打下去 造成很多儿童瘫痪或死亡 有相片有证据 但都被掩盖掉了 然后回到这个命题就是 中国说他已经有四肢进入第三期 结果北京 根据严厉梦讲的 北京医院专门收拢打了第三期的 发生问题的 生病的送过去那边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 如果中国国民党 孩子认为配合那两家媒体 说中国疫苗应该专案进口开放 我个人是很乐于修法 去暂时准中国这一批进来 但是国民党要全部 你不要浪费钱 你们全部去打这一个 因为他取得国际认证 进口进来之后 我在路上还没有听到 有一个愿意让自己的家人 去打他们的疫苗 他们报名几个 我们进几支就好了 不要进那么多一个 但我要看生产女帝 你找习近平要 这整件事情 就中共的大外宣 中共的大外宣 就是对外宣传 他有四支疫苗 进入第三期 他就是要这个而已 然后有媒体帮忙大外宣 然后国民党的公职人员 不查证 尤其杨志良 你当过卫生署长 你怎么会不知道 疫苗是不能进口的 还在讲说 不用中国疫苗 台湾没得买 太政治化 又说非常懒得 卫福部长 所以卫福部长 反而是辛苦的 去冷练着公司 也谈完了 跟疫苗的平台 也签约了 跟美国也签了 合作了 我们自己研发的 按部纠班 现在已经进入 第一阶段 再怎么慢 明年第二季 第三季 我们国产的疫苗 也可以打了 这个时候 有一群人鼓励说 一定要用中国这个疫苗 这么勇敢的人 我们真的予以佩服 专案进口 全国家 国家开给人煮 我是很怕打一打 台湾就没有两党政治 你知道吗 所以国民党自己想清楚 你还要继续要 这个中国疫苗的话 一直在鼓吹中国价值 其实国民党现在 最大的问题是 凡是遇到中国共产党 就变得很怪 可以包扬辽宁号 比李敏茲几好 李敏茲几是20分钟 可以上去四个中队 32架战机 辽宁号是20分钟 只能飞两架上去 还只能半庄载 就遇到中国共产党 遇到中国共产党 现在去参加 他们官方的活动 变成是言论自由 演唱自由 连国歌是党歌 都拿出来声揚 拿来声援了 中国疫苗 连中国人自己都知道 不该打 中国人那时候 多少人跑到香港 跟台湾 偷偷抢购 我们的疫苗 带回去用 那国民党 一直要站在 共产党价值 帮他们大外宣 自己打一打吧 否则我真的没有听到 一般人民 愿意去打中国疫苗的 来 换个补充 在讲之前 我刚刚有一个地方讲错 稍微更正一下 我刚刚讲的那个 上海姑娘来台湾唱台语歌 应该是叫李亚莎 那因为我个人 也很喜欢李千娜 所以常常听她的歌 所以对 讲错了 抱歉了 李千娜抱歉了 那我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完全支持 就是用拜托定义委员帮忙 我们用专案引进 因为刚刚有国民党的人说 要以民意为依规 那谁代表民意 当然就是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 那就中国国民党的民意代表们 从立法委员到乡镇市民代表 你们先去登记 不会避免浪费 登记完 说要几支 那我们专案引进几支 然后请他们在公开的地方 打这个疫苗 那因为我跟月元兹 你说跟陈辉一样 这样要打的时候 因为我跟月元兹是好朋友 所以他的疫苗 我愿意帮他打 你说你帮他施打 帮你打疫苗 帮你施打疫苗 我觉得这很简单 你要取信的人 就是最好方法 刚刚正好讲说 中国疫苗 为什么可以这样 火速的研发出来 我们假设这个新闻是真的 假设没有造假 那只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病毒 也是中国研发出来的 因为你研究了病毒 你当然会有疫苗 因为我们知道 毒药的人都会有解药 对这一定的 要不然自己毒到自己怎么办 做这种疫苗的研究 它必须是按部就班的 就过去在二三十年来 在全世界所有的疫苗的 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想到第一大厂 第二大厂 前五大大厂 请问有哪一家是中国的 没有嘛 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国光生技 都比中国的疫苗厂优秀 我们还可以做得出流感疫苗 那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相信中国会突然有 来自火星的黑科技说 我突然做出武汉肺炎的疫苗 那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连部战机器人都有了 也是啦 对 那你如果真的要去相信 中国真的有这样的疫苗 那请问 以中国如此会大外宣大内宣 你有没有看到中南海那一票 那一票中央政治局委员 打了吗 大家排排站跟陈慧一样 在那边打疫苗 没看到啊 没有 他们搞不好偷偷打 他们在等国外的啦 等国外的偷偷进来之后 先打完之后呢 然后再打 他们会掉包 对 再拿个生理食言水 假装是中国疫苗打下去 他们做过很多事情 就外包装是中国的 对 那里面是外国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国民党真的这些人 你这么爱中国的疫苗 我觉得也可以 要么就专案已经 要么你们组团去中国打嘛 打完再回来嘛 那当然也定义你也不用担心 不会没有两党政治 因为致死率不会到百分之百啦 顶多百分之五十啦 可是他会瘫痪 对对 不会像那次小孩疙瘩是很严重的 顶多百分之五十而已啊 我们希望是靠选举 不是靠这个 因为你们如果那么爱 就已经帮 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波 这个疫苗这个议题 已经帮中国美化跟护航道 超过一个正常人的逻辑 你今天我跟你讲 台湾不用做民调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台湾超过五成以上的人民 不会接受中国的疫苗 你估得太低了 我觉得我是算估比较少 我觉得至少五成啦 如果在有得选择的情况之下 甚至说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就在今年底以前 除了中国疫苗之外 没有其他国家疫苗可以打 要不要先 都还有超过五成人不愿 因为我们台湾可以等啊 我们国内没什么疫情啊 我们可以等啊 我们有条件等啊 那我们不需要那么急着打疫苗啊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再插 你真的那么喜欢去中国打疫苗 学欧阳娜娜啦 好我们看这个纽约时报 它是针对一些相关的细节 它有进一步的把它披露出来 我请教国晨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说中国国药控股的高层透露说 除了有四万个临床试验的人员 他的子公司叫做CNBC 他已经将这个疫苗提供给另外 三十五万人去做注射 还有呢 是这个是中国的科兴生物 还没有完成全球公认的 这个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 但是呢 你的员工还有这个家属 有大概将近三千人 也注射了相关的疫苗 中国军方还有一个叫做康希诺生物的 这他们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组别 这一家呢 他们也共同开发了疫苗 但是重点是 紧急的时候 他说可以用 那纽约时报就报导说 你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伦理 还有安全疑虑 现在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款疫苗 被确定是有效的 但是你不确定有没有效 你已经先打给 刚刚说三十五万人嘛 还有包括另外的三千等等 这是一个很大批的量 所以他说 你怎么会把疫苗这件事情 当做是一场赌注一样 然后把人的健康 人的性命就这样赌上去 是的 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疫苗一般来讲 就是死掉的病毒 或者是那个毒性减弱的病毒 他注入人的体内 就让人的身体 习惯于有病毒产生这种抗体 就跟那个汉光演习 有假想敌一样 训练我们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敌人 所以呢 既然他是减弱的病毒 换句话说 这个实验的过程 必须要非常的完备 不然的话那个病毒注进去 万一他的毒性 没有完全减弱的话 你注射疫苗 等于是注射疾病 所以全世界对疫苗的这种研发 所需要遵照的这种相关的医学的伦理 跟各种的实验的规程 是比新药还要久的 像譬如说像艾滋病就好了 艾滋病现在已经在医学上 有一些足以控制疫病情的新药 可是艾滋病的疫苗到现在还没有真的说具有实际效果的研发出来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疫苗如果现在讲太快了 恐怕都是有问题 因为没有办法在这种生医的领域 哪一个国家在这种共同的研究条件之下 具有这种超乎其他国家太多的进展 因为人的身体结构是一样的 然后相关需要实验 需要考虑的这些 这跟电子产业的研发不太一样 电子产业说明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人 一下子就研发出高科技 这有可能 疫苗这种东西一定要经过测试验 各种减毒 各种必要的过程 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持续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苗过快的出现 一个就是假货 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有问题 这一点要赶快安定人心 第二就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疫苗因为它是毒减弱的这个病毒 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风险 所以呢如果你染疫的风险没有那么高的话 不需要 宁可就是等到绝对安全的疫苗出现 如果像中国现在很急着研发疫苗 代表什么 第一个它恐怕感染的病例数相当的多 所以 那它不是说就是八万五吗 一直停在八万五都没有停 最近新增都境外移 最近讲八万五这已经就自己打嘴巴 因为它现在讲那种相关的实验的母体 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要不然的话是不足以研发疫苗的 所以这第一个 它以前的这个宣传说只有多少病例就破功 第二就代表他们的感染风险恐怕极高 高过疫苗的风险 死亡率也高过得武汉肺炎 我一直打中疫苗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得病的死亡率还比注这疫苗死亡率还低 你可以选择怎么死 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 这个死亡率跟感染率是很低 所以我们有这个本钱 等待欧美国家更进步的疫苗出来 第三就是疫苗一般来讲 有种叫要害救济制度 就是说万一有百万分之一的风险 应该要有足够的补偿跟赔偿的制度 可是现在台湾跟中国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 在那个百万 就算它的疫苗百分之百安全好了 但是总是发生有一点风险的时候 你如何去叫它理赔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所以这种我们国家长期来 对于中国的药材 胃材 都是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刚才有说到说某个政党 是不是全部都要给它打下去 这点我跟定于委员的意见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也不要给它们打下去 因为给它打下去 万一那个病毒 那个疫苗问题 凭增好几十个确诊 对这个台湾来讲也不好 也是脱华台湾的一种 脱华一路 脱华一路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对这种健康的事情 我认为一定要尊重专业 不是政治挂出来说 哪一个国家疫苗就一定是比较保险 还是说你不用哪个国家就是反人类 你讲这个我觉得有趣 国民党有一个蔡正元吧 不是po了一个疫苗的包装盒 说已经丧市在卖了 中国现在自己承认 我们都认为有问题的 才做到第三期 对 这外面已经卖了盒装的疫苗 一定是假的 所以我就说 国民党这些宣传这个时候 都为什么都不想一下 他一定有管道 他有管道 任何国家疫苗一定都是处方的 没有国家包括中国在那疫苗室 你可以去药局 买一盒 买回来 不会打又喝的算了 不会有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从头到尾 非常的可疑 我们绝对不要料以轻心 任君哥其实我们一个观察点 我们手版做出来 比方说像是叶玉兰 杨志良 黄志贤 乌思怀 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就是 现在某种程度 议题上面的一个反指标 就是他说要怎么样 你就是要往他的反方向走 会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式 那叶玉兰 大家记不记得 针对反美朱的那一块 他说莱克多巴胺会怎么样 说蛋蛋会变小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讲说 不管黑猫白猫 会知道老鼠的就是好猫 他的话要不要听 其实我觉得这些 您刚称作为反指标的这些人士 我倒比较好奇 就是说他们有些人讲的这些话 到底是讲给我们听的 讲给官员听的 还是讲给中国大陆对岸的人听的 因为比如说刚刚提到疫苗的这件事情 你知道各国对于疫苗的这些 没有等闲四肢的 即使其他国家表示说 他已经研发完成 你到国内还是必须要经过 你一定的流程去作为检测之后 你才有可能来采用 可是成如刚刚大家所说的说 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 自己本身就官方的说法来讲 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居然市面上已经有成品了 居然已经有人开始出来讲说 不对啊 我们要赶快去跟他买 那请问这些人的信心何来 你从哪里的资讯得到说 这些东西就是已经成功了 而且你认为他一定有功效 而且要求政府在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表态去跟他说 你要采买不然你就挂掉 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当这些强调就是说 应该去跟中国大陆去买 或跟其他特定厂商去买 或者是要讲 你的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过去是大家一直很好奇的 你知道吗 尤其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给他挂一个保证说 他出来之后他就一定是OK的 一定是合格状态之下 你已经急着要去下单 说真的这些东西 他在大陆里面 不会有特定的厂商 不会有特定的通路在卖吗 为什么这时候一大堆人 就要我们急着出来买 而全世界其实没有其他国家讲说 我要怎样 我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当然会让人家 觉得非常非常好奇 那我更进一步的质疑 如果你今天教求政府去买这些 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经过检验 而且也还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个疫苗 请问买回来之后是国人打吗 还是你们自己要打 还是你叫政府买国来说 你叫台湾人都去打 我们不知道没事情 反正打了不是 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你知道吗 光是一个中国制的口罩 我们都心里面觉得说 那不一定挂保证 我没有完全否定 我没有完全要否定 中国大陆制的东西 但是前提他要经过检验 我们之前那些口罩的事件 其实争议来自于哪里 这些东西进进来之后 没有经过检验 他直接自己换包装 自己贴标完了之后就拿出去 大家反的是这件事情 并不是讲说中国大陆制的东西 一定通通都不好 我觉得大家最少有这个理性 但问题就回来了 同样的标准 在口罩这件事情上面通用 在疫苗这件事情上没有通用吗 你都还没有经过任何的检验 没有做 不然你们大家说真的 你们是战性的人 你们出来做一个人体试验 你们煮两个我来看看 大家感觉半年后没事情 再来讨论 你们在美猪美牛这件事情上面 你们不是用同样的方式 去要求什么官员 你是吃多久 你们大家毛起来吃 大家怎么样 疫苗你怎么没包给他打 你怎么没给他煮 你知道这种双标的东西 其实在台湾的国内 其实一直在发生的存在 可是当他攸关到人民健康的时候 我真的讲 就是当这些议员 当这些这个所谓的理由 而且我对不好我讲议员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还在对岸讲话的时候抬头还被拿掉你知道吗 交流叫到国家不见头衔不见 变成议员这样 就是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当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去要求说 不对啊你赞成的人先吃哦 不好意思你现在你赞成就要先煮看看 我觉得对于民众健康标准的这件事情 尤其是疫苗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研发成功 我必须讲哦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研发成功 他也愿意而且有善意的去他 你看之前口罩他也很乐意的去提供给其他国家 是后来就很糟糕了嘛 结果就漏了 可能他没做好评管 可能他有老鼠死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后来就是反应都不好嘛 就是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真的研发成功这个疫苗 我觉得大家会开心 你就经过正常合理的程序 政府今天真的要采购或怎样 你就经过检验真的确定他的OK 我觉得大家不会反对 你要煮的你就下去煮 我们现在有很多疫苗也是啊 我们在不同的疾病上面 你也可以选择用国内生产的 或者你要选择国外进口的 你都可以有选择 因为任俊哥你再点了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做出疫苗 那他们现在呢 刚正好有提到说 速度真的是有点快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这个确诊病例数 还有死亡人数 今天是一个重大的关卡 是因为已经突破百万人死亡了 我们看到是现在全球这个确诊的人数 是3355万 而且近百万人死亡 你看到这个印度的部分呢 前两天的时候 他们一天增加的病例数大概是八万九万 好像稍稍有降下来一点点 一天是增加六万九大概七万左右 但是定位委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当这个是攸关人类的安全 而且呢 为什么这个武汉肺炎会全球延烧 不是中国那些吗 可是中国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哎呀我们疫苗 我们研发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些友好的国家 你可以有优先的 得到我这个疫苗的 你又中了外宣的毒 不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他跟拉丁美洲讲说 我借钱给你 让你优先买我的疫苗 这跟一带一路一样嘛 我疫苗有没有用 不管 你买了 你要付欠我钱 因为菲律宾疫苗先让你买 你不要再主张南海的伸索权 他把疫苗当作政治工具 我觉得这一波里面 国民党或者部分政治工具 到底是笨还是坏 被偷置换概念 比方说我们上个阶段在谈的 这一个去参加中共党政军 举办的政治活动 被转换成找艺人麻烦 打压表演自由言论自由 可台湾从来没有限制表演自由 也从来没有限制言论自由 那个是参加政治活动 所以很多声援的是 被后面这个偷置换观念被拐了 疫苗也一样 中国制的疫苗品质有问题 所以台湾十多年前就禁止进口 这才是真命题 结果被他偷换观念 不买中国疫苗 你恐怕都买不到 好奇怪 我都买不到 我也想不到躲起来 不要得病 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疫苗的过程当中 你就看到中共的大外宣 在台湾是有内应的 他丢一个消息出来 会有台湾的媒体把它变成新闻 然后就有一群人跟着这个新闻 开始来骂台湾的官员 杨志良骂台湾的官员 骂卫福部长 自己当卫生署长 我们刚才讲的 你明知道这不能进口 为什么要进口呢 那现在就是中国的疫苗 有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疫苗如果有用的话 像我看中国在台湾这个媒体叫中平社 今天就讲两个 你们台湾人抹黑中国的口罩不够 现在还要抹黑中国的疫苗 我拜托你先回去打 你打啊 今天连那个华为的那个小公主 那个财务长出庭的时候 戴的口罩也不是made in China 他戴的口罩上面 明白的印在made in Taiwan的 那个叫什么飞的 他去书庭嘛 书庭戴的口罩 很清楚是台湾制口罩 还不戴中国制的 中国的口罩不是我们说你有问题 你去问西班牙人 你去问芬蘭的卫生官员 你去问你最好的朋友 意大利人 开Gimeli的口罩一检验 根本挡不了病毒 那你的疫苗也不是我们说你有问题 中国有多少新闻 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打了疫苗之后 全身变红的 瘫痪 然后死亡的 上次江苏有一个抗争的时候 爸妈被抓去关 你们自己的专家就说 你们的人体疫苗没有成功过 而你现在这个疫苗 只不过到第三期 网路有在卖 连台湾 第三期网路上都已经有在卖了 你自己承认只做到第三期 台湾的前国民党副民署长 竟然就说有在卖 一盒150多少钱 都有这个东西 我都搞不懂 你们自己怎么不敢用 却拼命的鼓励台湾人民要用 还说抹黑你 这个就像马英九一样 马英九鼓励大家不要得罪中国 要做中国人 你全家 你我还不确认 你全家除了你我还没确认以外 大概你全家都是美国人 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里面的这些人 正正在害了国民党里面 优秀如叶源之将人的未来的发展 要切割啊 源之啊 这种不对的事情不要跟着跳下去啊 否则就跟着打那个疫苗 助手会看助西也戏 会戴的戴嘛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疫苗就是 我们的官员守得很好 我们的官员也寻求冷链的协助 我们的卫生专家也在开发疫苗 一个正真当当赢得世界尊敬的台湾 你不珍惜 骂我们的官员要求开放 还说不要违反民意 哪个民意叫你开放中国疫苗的 我这两天跑中秋节的 拖那个活动啊 有的烤肉有的是聚餐 我到了一场庙门口 大概五十桌在那里 跑到最后一桌 我现在讲那个人还知道 我直接说廟名 太厨普安京 这故事是真的 我跑到最后一桌之后 有一群太太欧巴桑 我们从加州回来的七八十岁 然后他说不可思议 台湾竟然还可以过中秋节 还可以一群人在聚餐 然后回来发现 台湾的小朋友早上要去上课 上班族早上可以上班 然后全家可以去逛卖场 然后你们还有人在路上烤肉放炮 他说全世界找不到一个 这么正常过生活的国家 他回到台湾 他觉得又感动又惊讶说 台湾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 台湾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在看电视台湾 哪要注意台湾做共的 台湾是一个厉害的国家 要有自信 我们的国防虽然很多欠点 但是我们的国防 面对阿公不输了 我们的不管是公共 卫生 医疗 风亚 各方面赢得人家尊敬 是全世界公认的 现在只有台湾有一撮人 拼命要证明我们不行 再让他们应用到 我们再变身部的小孩 不等了 好 来 很快简单回应一下 现在国民党并不是说 中国有一个疫苗出来了 然后要大家赶快去买 我觉得没有 他们的意思只是说 不要意识形态考量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疫苗出来 连陈思忠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说到底人烈疫苗有几支 一开始说九支 那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定调说 过去中国我们没有计计 那个不是你们那时候定的吗 国民党直升时代定的 是 但是我们说不要逢中必返 但是不是说 不是说已经有一支出来了 大家赶快去买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层次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一次防疫 的确就有一点逢中必返 比如说疫情 谁不能回国 小明不能回国 小明其实跟其他世界国家的都一样 现在回来了 但是之前让他们很久不能回来 但实际上病毒各国都一样 原知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能量 我们能量可以一步一步一步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那种人口的管控 你知道吗 而且小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他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应该照顾他 那我们能量够 我们让这些外国人 在台湾有亲戚的也过来 那要算能量 那个时候很多商务人士 外国也都回来 我是觉得说不要意识形态 但是现在不是说已经有一个中国的疫苗 这是两件事情 先澄清一下 好 我请教国晨老师 你怎么知道 怕中国做朋友是什么样的 刚刚这个定位有讲说 你又被那个大外宣给骗了 但是这是这一篇报道 不是我自己说的 报道怎么说 我们来看 他说中国的疫苗外交 引起西方的媒体来关注 包括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他讲说 我不会挑战中国南海的主权之后 然后就有甜头了 甜头是什么 中国外交部说 那这样你乖乖 我们优先让菲律宾可以取得疫苗 疫苗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就先 你要做出承诺 我就给你一点糖尸 所以疫苗的部分就可以得到 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还有外长王毅 他讲说 未来中国生产的这些疫苗 我们可以优先提供给烂昌江 湄公河这些国家的成员 非洲的兄弟友邦这一些 也可以获得无偿的提供 他是这样说 结果可能是要花钱 这个部分 所以你想想看 他在用疫苗做什么事情 他拉拢各国的过程 但是其实你知道 跟中国做朋友 你是吃开的 这个说实话 在国际外交上是蛮糟糕的 因为疫苗如果无效 那就是道道地地的骗局 诈骗集团 如果疫苗有效 但是你用这种人道 人命的东西 去换取政治上的承诺 这在国际上来讲 是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 这个每个国家 他独立的外交政策 这个你现在用这个人命 作为代价 说要他一定要如何 要如何 这个实在 这种外交 在将来的历史上 会留下记录的 而且其实 大家也不要觉得 中国真的有多么的了不起 像这个杜特地 在菲律宾的宪法规定 总统只能当一届 他没有连任的 所以他任期 其实也差不多快到了 那是六年嘛 差不多五年 所以呢 很简单嘛 这个先拿到疫苗 他说我不挑战你 这个南海主权 然后等到大家 把疫苗真的都打进去 然后真的都OK之后呢 他又改口了 难道要中国 把那些打进菲律宾 国民生的疫苗 全部吐出来吗 也不会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东西 中国有的时候 自己为聪明 其实呢 其他国家的人 也没有那么傻 这个 而且啊 这个经常有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援助 就像刚才定义文讲的 你说援助 芬兰的口罩 什么国家 那很多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其他国家 有的时候也只是 跟他高来高去 这个 你的疫苗呢 先让你的中国 在国内 先打过 大家全世界的人 先看中国人 自己打的怎么样 中国人变成全世界的白老鼠 这一种事情 也只有中共政权 才做得出来 那这个中国人 如果打了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没事了 好 习近平去视察 任何地方都没有再戴口罩了 代表中国人 已经试验过了 好 那就全世界再来考虑 因为对菲律宾来讲 他要不要承认 男孩主权 这件事情 说老实话 他一句话而已嘛 拿不拿那个疫苗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台湾 看到中国大外宣 觉得哇 中国好了不起 这个疫苗横扫世界 它是世界第一 其实很多国家 就是你骗我 我详你 这个基本上来讲 就是 好像根本没有真实的 这个意见在存在 反而是台湾 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比较务实 这个国内呢 尽量在跟其他国家 合作研发 像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跟美国在做这个MOU 上次Azhar来 就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们这方面 应该会有好的绩效 好的成绩出来的 好 中共的封工尾约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来看 它的封工尾约 还有一笔 就是CNN批习近平 上台之后 各国到处的去放火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据例中国的十一国庆 蛮近的 他们现在也开始 解放军会 要无揚威的动作 官方是宣布说 28号开始 将会在中国附近 有四个海域 都要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 我们一起来看 军舰登场 舰炮连发 眼看中国十一国庆降临 中国解放军最近动作平平 这次宣布 28号开始将一口气 在四个海域 举行五项军事演习 依照中国海事局的公告 演习地点从北到南 分别是渤海 黄海 东海 和西沙群岛附近 其中黄海的实弹演习 还会一路持续到 9月30 类似举动 8月也有 不仅如此 中国官媒特别介绍 05市两栖突袭车 除了能抢贪 意图剑指台湾之外 还搭配中国的 北斗导航系统 进行现代化改装 但眼看美国不断警告 中国不要闹事 中国外交部率先回应 再度强调 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进行建设天经地义 但中国说法 显然不被美国和盟友接受 早在今年7月 英国就传出预计会在2021年 派出皇家海军最大的军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前往南海区域 并和美日展开联合演习 到时候中国恐怕又要气扑扑 三里新闻中文报道 中国宣布说有四大海域 有无偿的军事演习 正好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的是 央视也就曝光一些画面 说他们攻台的时候 有一些先锋部队 向战的演练说 红军成功歼灭了蓝军 他们以往的相关的兵推 到底是赢得多还是输得多 他们几乎出来 红军一定要赢蓝军 因为一般代表是中国 蓝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在两边兵推都是长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中国跟美国军演最大差别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几个月 美国也不断在军演 中国也不断在军演 最大差别就是 美国就是完整的画面就给你看 可是中国就是 紧揭露一两张照片 或一两小段影片 然后还被发现 这影片跟照片是剪接的 是旧的 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我不是说中国的军力不行 只是说中国每次 我画面 我举例好了 比如说最近中国被发现 是连三甲 东风10号的发 他不是说东风一次发射 十枚飞弹吗 然后说是在东部战区的 可是他的背景明明就是 大戈壁沙漠 东部哪来的大戈壁沙漠 其实我很清楚 他是2016年央视的老照片 然后轰六炸关岛的影片 更好笑 被人家发现 他剪接美国好莱坞的影片 来做轰六炸关岛的影片 然后F16半飞轰六 这个照片明明就是我们照的 结果中国内部说 轰六去烙台 把F16P2P掉 甚至轰六 照片还是我们照的 你好歹尊重一下智慧财产权权 也没有 那中国问题就在于是 因为他一直都云里物里 就是搞不清楚 到底是真的厉害 假的厉害 我们刚刚讲疫苗也是 或许中国疫苗真的很厉害 可是云里物里搞不清楚 那或许中国军舰很厉害 可是云里物里 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可是我知道的事情 是他在11国庆 在南海 东海 黄海 博海 的四场大演习 其实你看他的范围 都内说到非常非常里面 那南海 从南海 东海 博海 黄海 其实就是中国 由南到北一系列的演习 几乎都内说到最尾巴的时候 我们一般评估这叫什么 这叫防御型的演习 就是尤其是他在博海湾 里面塞满军舰是防什么 防止被斩首 那这个黄海 东海这些东西 它非常靠近南 东海是靠近北部军区 黄海比较靠南边 它比较靠近上海 等等的城市的话 也是一种防御型的演习 所以我认为差别不大 但是美军那边就很明显 美军刚刚才从菲律宾海演习结束 它那个照片也不是我们公布的 就是第七戒队就公布那个画面 很清楚它画面就一字排 可以让你看到 它在空中有什么 B1B B1B轰炸机它是干嘛的 1000公里左右 不是我们在说时代在进步科技战 人家美国就可以弄出那么大的劲 中国做不出来 一大坨 真的一大坨 它就让你看到很清楚 而且它是有层次的 空中B1B它负责什么 7000公里外的战略轰炸 然后旁边大黄蜂 扮飞做什么 做所谓近距离的残绕 然后F-22的隐形战斗机 猛禽在旁边去做侧应 然后同时P8A的侦察机 也是在上面 你看它干嘛 做反潜 然后电战机也在旁边扮飞 做什么东西呢 做电子作战 换句话说 你只要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你的雷达会失利 你的通讯会失利 这还只是空中 水面上雷根航母 飞弹巡洋舰 补给舰 还有两栖登陆舰 也在那边列给你看 水面下还有一艘核子动力攻击潜舰 也在那边给你看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 美国跟中国巨大的落差 在于这边 就是同样是演习 可是中国就是给你一些片段的资讯 然后还被抓包 是假的 可是美国呢 就是一致排开列给你看 它东西也不怕你看 因为这就是强烈的在秀肌肉 它就很清楚告诉你说 你一旦过来 你在空中的战斗机 会被我掀起轰炸 而且你会被我电震机 会致盲性的作战 那水面下呢 我的航母战斗群 就摆在这边给你看 水下的核子动力潜舰 也给你看 这东西叫做绝对实力的碾压 更遑论的 10月26号到11月5号 现在说在整个东海要做所谓 利剑演习 利剑演习什么东西 就是他是说 美国日本还有加拿大 有超过4.6万人投入 这个利剑演习 观众朋友过去 我们听到美国都叫什么什么 太平洋之盾 什么什么什么盾 这意思很清楚 叫防御型的演习 可是当你叫做利剑的很清楚 他夸号叫做夺岛演习 换句话他已经是进攻型的军演 而且这个有个玄机是 10月26号到11月5号 他干嘛 跨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是11月3号 这个演习跨美国大选 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一直有在传说什么 当美国大选的前后的 这个真空旗 是中共最有可能 武力犯台的时候 现在美国就告诉你 抱歉 在这个前后 10月26号到11月5号 这个真空旗 美国在整个东海 丢了4点多万人的军力 在这边等你 你如果要攻台的话 这边有4.6万人的 美国 日本 加拿大的军力 再等着你 力剑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边也 除了有战争上的意义 也有政治上的含义 所以整件事情很奇怪 我认为中国一定要改掉 这个大外宣的坏毛病 就是你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 因为你大外宣9 人家就是你假设 你原本是7分实力 然后大外宣假算成9分 然后被人家抓包 人家就以为你连6分都没有 5分都没有 你改掉大外宣的坏毛病 你有几分实力 说几分话 我认为中国才会比较被瞧得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再继续讨论 好 我们看中国的恶行恶状 CNN他讲说上台之后到处点火 点出了几个地方 包括在南海挑衅 打压香港 还有印度的狼牙棒事件 包括我们比较不晓得 恶吓台湾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比较不晓得是钓鱼台的部分 他也三天两头就去那一边 所以你看到亚洲五个比较冲突的热点 都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对 中国其实不只在亚洲邻国到处得罪人 他连美国这么远的地方 隔着一个太平洋都可以得罪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当中国宣布在四海同步进行演习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 他还故意把2015年 当年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跟欧巴马在白宫开记者会讲的话 把他拿出来 习近平当时承诺说中国不会把南海军事化 然后这个时候被拿出来打脸 所以显然看起来 中国犯了一个战略上非常大的错误 就是你如果很多在台湾的中国人 或者他的同路人会恐吓台湾 说你看中国要打台湾 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打台湾 他怎么会到处树敌呢 你现在大家把中国的地图拿出来看 他旁边的国家除了北韩之外 东边一直到东南边 几乎都跟他吵架 北边最近跟蒙古也不太好 因为他要把内蒙的母语 把蒙古语给消灭掉 那俄罗斯还没讲话 但俄罗斯不值得信任 但西边就不用讲了 所以对中国来讲 他现在自己列于一个战略上的超级大劣势 他怎么可能去 对这个时间对台湾弄 更何况他的中心可能会被制裁 中国自己的半导体专家讲说 中心十年之内 中国没有另外一家厂商可以取代 影响的不是只有半导体 连中国的军事武器上面的高阶晶片 都